哈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简易又经济实惠的家庭美食海鲜锅 首先我们准备了很多配料 有的配料前期处理过程没有录 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首先这是准备了几个小鸡翅根 然后放了点淀粉 放了点酱油 然后给它腌一下 腌了一会儿 这个鸡翅根的作用是就提鲜 待会拿油稍微编一下 这样整个提整个的鲜度 然后这是虾和扇贝的肉 扇贝因为它这个壳比较脏 所以就提前抄了 抄一下把这肉取出来洗干净 就不放在锅里煮 因为它这个壳上这个脏东西太多 来看这剩的扇贝壳 虾把头搅下来 把里头虾馅给蹬出来处理一下 这样也保留虾头 因为虾头煮在里头也可以被整个菜提鲜 接着这是咱们最贵的 这是鲍鱼 买了几个鲍鱼 然后切上这种花刀 这样好入味儿 还有这是木斗鱼也切了花刀 这个都大家做的时候提前处理 这样也入味儿 也容易嚼 其他辅料是准备了买了点小葱 小葱分成两部分 葱白是一会儿煸锅用 葱白姜和蒜一会儿是煸锅用 这个小葱花就是葱叶部分切出来 等海鲜锅快好了以后 就说撒在表面就可以出锅吃了 撒在海鲜上面 小葱是咱本地的是吧 不是香葱对吧 接着介绍咱们这个蛤蜊 蛤蜊买了三种 一种是这种银子 银子比较便宜 11块钱一斤 还有这种小花蛤 小花蛤也很便宜 小花蛤应该是不到10块钱一斤 还有这种大蛤蜊 这个大蛤蜊大概20块钱一斤 其实这整个现在不是很贵 你们看看啊 就说咱们看看成本 这个鲍鱼 莫斗鱼 再加上这三样蛤蜊 这个是一共150元 这个这点鸡块的成本呢 也就大概六七块钱吧 因为我买了二斤 拿了一部分就拿五六个 因为这个本身菜就很多了 我们家是四口人 放太多了 这个鸡肉也吃不了 这个虾呢用了就是说六七个 因为也是感觉比较多 就是说虾放一点也是提鲜 六七个虾 这个我觉得这个虾大概15块钱的成本 这个扇贝呢成本是11块钱 所以整个算下来 食材的成本应该差不多200块钱 所以说这个在家里吃比在外头 咱们要出去吃上个那个餐馆 吃一顿海鲜大餐 我觉得这点200块钱肯定下不来 肯定吃不下来 因为还有八个鲍鱼 好了 我们现在下一步呢 是准备等这个水开了 把这个蛤蜊先焯一下 让它都壳都打开 把它里头水吐出 这样咱们就可以做海鲜锅了 好了 大家看这个水的基本上开了 那我们就放开 抄一抄 让它那个打开嘴 把水都吐出来 就是还得帮我们装东西 那意思是吧 哦 铲子已经张开了 那个小葛了也张开了 然后咱们北京本地的这小葱 下来也飘飘了 看这个像翡翠似的 我觉得比香葱好吃 这海鲜锅最后都好了 马上准备吃了 把这个葱花撒上去 现在还是运输快运 这些方面都非常好 保鲜技术也好 是吧 所以北京也能吃到这种新鲜的食材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三个小萌虫 这个是我们养的多肉 是不是空型跟颜色还都不错 这个也是 看一看 今天陪伴咱们的这个是张小和 这个是我们在东京秋叶园买的 特别可爱 特别喜欢它那个萌萌的那个小表情 看我们这个多肉 这个造型 这个颜色 这个多肉叫梦露 我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 真的是会起特别美艳 这一颗 好了 现在可以捞了 是吧 你看看 好了 我们这大个也都开嘴了 哇 好漂亮 你看他这肉 这点海鲜汤 看着好鲜 但是也不要了 看我给你拿出来一个肉 嗯 很漂亮 这大贝壳肉呢 很漂亮 就可以做海鲜锅了 少放油 不要放那么多 不需要 嗯 温度上了 然后把这个红姜放 红姜上 这个温度也不高 是吧 而且这个锅也没那么多油烟 所以听不到那种滋啦滋啦的声 这个油温已经上了 就是这个酱 就把它捞到鸡肉上 连汁一块放了 是吧 对 鸡肉再捞一会 哦 好香啊 好多的那香味 放点水焖一下 现在咱们把鸡肉 基本上煮的 这算五分熟了 我们切片沫了 切片沫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放这个 现在把 饿斗鱼鲍鱼放进去 这样也会提鲜 都把它放进去了 这样盖上铺饭再煮一会 我们盖上盖了 然后我们开盖锅 好了 这个鸡肉啊 鲍鱼啊 磨豆鱼 哇 你看那个汤的颜色 汤色很漂亮 接着我们就放这些 这些好熟的 先把鲜呢 和这个扇贝放进去 因为扇贝是提前超好 洗干净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金鲜的鲜 放进去 让虾头扇贝放进去 看看 虾马上就红了 进去就红了 看这鲍鱼 已经感觉是烂了 开花了 看这鲍鱼 你瞧这一锅多漂亮 我想盖盖呢 咱们蒙个两分钟 好 两三分钟 发现了这个多 让我今天开花了 特别好看 五角星像海星一样 银色有点像海星 这次因为最近疏于管理 只有三个骨头 往年会多一些 嗯 出了些那碗 所以说咱这也算生蒙海鲜了 嗯 生蒙海鲜一锅炖 肯定孩子大人都爱吃 一锅鲜是吧 对 好 先把这几个大杯放进去 圈子呀 这种小花果 放进去 然后送你了 放到一码 轮上等开关 我们就可以整个吃 再多加一点 或减一点都可以 这海鲜锅的配置就这样 比如您爱吃虾多一点 那多买点虾 是吧 您如果就说不再有钱 搁吃龙虾 也不是不可 搁螃蟹 好 你看看这个已经完全开锅了 接盖了 哇 好棒呀 好香 最后我们再撒点葱花 提提鲜 然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或者订阅我们 也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 然后大家如果自己也在家里做了这个海鲜锅的话 也可以评论给那个加上自己图 咱们一块分享自己做母食的快乐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交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